這是中國男足國奧隊對陣印度隊的比賽當中 作為報效的瞬間 印度隊因為中國隊拿到了一個角球的機會 印度門將非常緊張 持續的向這個隊友表示說一定要注意防這個對手 開出這個前點或者是打戰術角球 結果接下來的一幕令他瞬目結射 我們來看看中國隊的10號 這個時候先摸了一下鼻子 緊接著又舉起了手 要跟這個中路接應的隊友形成呼應 準備找到一個好的落點 看起來他要找的是中國隊的4號 我們看到中國隊有兩名隊員是扎在門前 這個意思可能是要往進門柱去打 當然這個球也確實是往進門柱罰的 只不過這個角法簡直是絕了 這是完全沒有控制好的一個失誤 有可能是勾著草皮了 可能是打的球靠前的不軌 我們看到遠端的這位帶著隊長修標的中國隊的隊員 是向10號發角球的隊員憤怒的抗議 說你這個球你為什麼不往後點發 通過這個放大來看一下這個球 發的簡直是莫名其妙 能夠把落點控制到這麼低 失誤成這個樣子 這個腳法也真的是沒誰的 一路的門將也是一臉懵逼 而10號隊員在罰丟了這個球之後 還不好意思的揮手 向隊友們表示歉意 中國隊的主角戀程耀東看著一臉發懵 臉上露出了這種私笑廢笑耐人寻味的表情 而更為崩潰的是中國隊的球迷 大家看一看 搶邊我們圈出來的這齊名球迷 臉上的表情可以說是各有特色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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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